跟著大戶走 財富一定有 我是李思錦 歡迎收看大戶羅盤 籌碼動能 籌碼動足先機 懂能掌握機嫌 大家好 我是謝忠林 歡迎收看今天 籌碼動能大戶羅盤的盤後幾盤視頻 今天是禮拜五 這禮拜的週一天 我先祝福所有的投資朋友 祝福大家在接下來的週休 都可以休假一塊 都可以欣賞時辰 好 來看今天的盤 大盤今天中場下跌30點 歐利西 下跌1點26點 同朋友 這個地方震盪是很正常的 大盤已經漲了反彈2000點 那歐利西呢 歐利西我相信在昨天的節目裡面 我們有跟大家提到 歐利西現在面臨的問題是什麼 連接今年高點的下降壓力線壓在這邊 壓在這邊的話 它也彈一段 所以呢 所以 這地方震盪是很正常 但是呢 這個指數啊 在那邊做震盪啊 不是重點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這個盤面上到目前為止 它還是有十戶在的 內置基本上是沒有退的 那內置看的是籌碼跟題材 內置跟外置不一樣 外置可能就是在那邊搞指數 因為他搞指數的目的是什麼 弄他的旗子嘛 沒錯 對不對 外置基本上是搞他的旗子 但是內置呢 內置基本上就是做股票 所以如果說以從這部分來看的話 指數彈鳥千點開始震盪 然後歐利西面臨下降軌 也是一樣開始震盪 但是呢 但是同朋友 這個東西不是重點 重點是 盤面上的內置基本上還在的 而且呢 就算以今天的角度來看還是怎麼樣 他還是沒有退場 那還是沒有退場的話 他在點火哪些族群 就是你後面要留意的 那如果說以今的部分來看的話 同朋友我相信 在這兩天有沒有跟大家提到 你這邊開始做震盪 要做震盪的話 你要怎麼做 麻雀戰吧 就做做短線 找強勢股去做做短線 好不好 就是說白了啦 就是每天賺到錢 心情就會比較愉快 每天看到錢 那種感覺心會比較好 找強勢股 然後破線的話趕快出一出 然後呢 因為我們是怎麼樣 快速滾動本性 所以你的機會是多的 那如果說以今天來看的話 同朋友 應該說這幾天 這幾天排面上 比較明顯的族群 族群就是什麼 在哪裡 基本上在聖機內股 那聖機內股 我們之前跟大家提過 台康生 那台康生怎麼樣 台康生我們出掉了嘛 對不對 台康生出掉之後再怎麼樣 再來我們就轉到什麼 轉到 轉到美食嘛 台康生在100出頭這邊 跟大家說示範說 這個一樣喔 突破線上軌 然後呢120級附近 先把它出掉 出掉之後轉這一隻 這隻我相信這個 現在大家應該都非常清楚 就是什麼 美食嘛 台康生第三季 摩炭吉 小培嘛 負0.02嘛 但是美食第三季呢 到第三季為止 它已經賺10.96 賺了11塊 你遇到要震盪的格局 遇到要震盪的格局 當然如果說 你有一次在前面帶的話 大部分的生意都會漲 但是呢 但是你要找那種怎麼樣 抱起來你睡著到覺的 你不會怕它震了嘛 那不會怕它震的話 像那個美食 第三季賺10.96 那10.96的話 今年隨便加價是12塊多 對不對 12塊多明年呢 14塊 後年呢 後年現在估到18塊了 也就是它是一個緩步成長的格局 那不能說緩步成長啦 遞增的格 它的營收獲利是遞增的啦 那遞增當然 我們跟大家講完之後 隔天怎麼樣 隔天 隔天 就是開點玩笑嘛 拉上去 結果又整個灌下來 但是呢 沒有關係 為什麼 有獲利不怕震嘛對不對 不怕震的話 在昨天 昨天跟大家提到 诶 震完之後它又來了 一樣 跑到180這邊 跑到180這邊 這樣我們先減碼一半 另外一半呢 另外一半我相信 我們在昨天節目裡跟大家提 這個我應該不會想出了啦 就是這個短線上出完 朋友 應該這麼講啊 你短線上你先賺到一筆錢 再來怎麼樣 再來你就不會怕它震了嘛 大不了隨便 你回到成本區 我把它出掉嘛 是不是這樣 別說 撩起來 又撩下來 來去一場空什麼都沒賺到 對 你上去有先出一半下來震盪 你就不會怕 那震盪不會怕的話 昨天 昨天我們在看籌碼的時候 怎麼樣 投信外資全部都來了嘛 也就是說什麼 它停了兩天啊 冷缸 停兩天之後它才來 那停兩天之後才來的話 今天怎麼樣 這是今天的美食 好不好 盤中泰亮燈漲停板 收盤收到187 那個上漲了7.48 也就是說 就這一筆的交易 基本上應該算是成功了啦 沒錯吧 今天最高191耶 它之前高點是193耶 它快到創新高了耶 沒錯吧 快到創新高了嘛 所以呢 所以就是美食繼續爆 然後呢繼續 繼續 目前還是屬於 繼續爆就繼續賺嘛 這一筆就先丟著 搞不好 搞不好還會更高 因為怎麼樣 因為選舉是26號 對 26號之前 如果說盤面上要撐住 維系元氣的話 目前看一看就是生氣了嘛 反正就是 要嘛就拉美食 要嘛就拉什麼 要嘛台康生 要嘛就什麼 保齡 啊不然合一 反正就是這幾次在那邊 輪男劇就對了啦 不然那寶瑞穿軍高 應該差不多了啦 我的看法啦 他穿軍高在那邊 應該在那邊吐來吐體啦 好不好 也就是就第二部分喔 那個生氣的部分 你一樣可以留意喔 當然那個 看來看去喔 有賺錢的其實就沒事啦 好 本益比比較合理啦 就是 無賺錢啦 不要說做那種做夢的 做夢的那個要站在什麼時候 下來不知道 啊下來會不會像北極星一樣 蹦一個就沒有了 不知道好不好 這種就是比較安全比較穩的 好那就短信的部分 我們今天做什麼 我們今天做技嘉 GIGABYTE 這早上的部分 早上的時候啦 早上9點18分 108附近先想買部分持股 然後呢拉起來 112以上 112以上就先給他出掉 那一定出得到為什麼 因為今天收盤收113嘛 這一點出得掉 那有沒有還是一樣 為什麼找這一支 想要學這支 你看這個部分喔 這昨天的頭本比 而且是站上月線的 就是 你早要找強勢股 站上月線 而且頭本比是高的 就是頭型到底在攻什麼樣的股票 如果說以看昨天的部分來講 前兩支 第一支要划錢 第二支要計價 這兩支是什麼 這兩支都是板卡 那板卡昨天計價怎麼樣 昨天計價開法說 那開法說 開法說 有沒有 法說他講的還不錯喔 而且反而是買單 因為他說什麼 他只要說 主要說到啦 第三季的庫存金額計減24% 就是說什麼 第二季第三季都在打庫存 那打庫存打到第三季 他的庫存怎麼樣 庫存金額已經下降了 差不多25% 24% 就是下降四分之一左右 再來他說到什麼 他說到伺服器為明年成長重心 伺服器 好朋友 對人在這個啦 SERVER為明年成長重心 所以 所以 投信再買 然後呢 開完法說之後 法說之後 欸 這個報告也不錯 這個兩個都正對不對 這個正這個正 那今天應該怎麼開 開盤應該怎麼開 開盤 開盤應該是往上開吧 應該是開個紅嘛 你開個黑就不對了對不對 開個紅嘛 所以開個紅 就是這個都正的 所以呢 所以就是欸 記家 記家我們來辦一下 好不好 一樣啊 看到錢就開心嘛 對不對 沒錯吧 做一下又看到錢了 欸 我 說真的啦 我沒有巴菲特那種耐心啦 什麼股票爆十年 那個你自己爆就好了 買台語電自己爆就好了 那個不用同步老師啊 你改買就好了啦 破十年啊 但是呢 但是你有這個耐心嗎 我相信很多人沒有啦 小虎隊什麼什麼 什麼凱基台北也沒這個耐心啊 為什麼 小朋友 其實這是每個人操作的手法 有的人喜歡抱著慢慢耗慢慢耗 對不對 有時候耗上運氣不好 耗上去又耗下來 對 那有的人有的是 我就喜歡每天看到錢的感覺 小虎隊啦 詠寧哥啦 凱基台北啊 這種都什麼 搞短線的嘛 搞短線就是喜歡怎麼樣 每天看到錢的感覺 你說他們不知道 什麼爆破段賺比較多嗎 當然知道啊 但是呢 個性不一樣 因為怎麼樣 這是一種炒股的藝術啊 炒股啦 我們來炒股的啦 來拉的啦 炒不是什麼 什麼 我找一些巴拉股 然後呢 跟你講一個很棒的基本面 然後呢 丟給你喔 倒貨給你 不是這樣子啊 就是 從牌面上的變動 從找這些好的股票 有基本面的股票 有反債的股票 從牌面的變動 我們去幹嘛 我們去賺取我們要的一些獲利價差 就是 我也不要什麼大三元啦 玩大牌啦 我就屁服了 然後呢 過個快樂週末嘛 那不是 有賺到錢 今天晚上就可以去吃頓好的 不是嗎 就差不多這樣 然後朋友 這個地方你有沒有發覺一件事情 我們剛剛是不是講這個操作邏輯對不對 欸 頭性有在滿 然後呢 這個 這個法碩之後狀況也不錯 所以呢 他今天開高 開高才做喔 開高再來做嘛 我們昨天是不是跟大家提到 我們前幾天 前天做新唐嘛 新唐弄一下對不對 做一下 當天怎麼樣 當天也是馬上拉 馬上拉怎麼樣 先獲利入袋 先充一半 另外一半呢 另外一半 各天有這個嘛 對 頭班比第一名 然後呢 又有新聞 但是呢 朋友 我們是不是說昨天平凡附近 我們先把他除掉 為什麼 因為他這個開法 他昨天的開法是不對的啊 對不對 你你頭本比第一名的 這個頭本基本上這個就要開高了啦 你頭性靠這麼多 你不開高不是很奇怪 你要出新聞 結果出新聞進來是開低 我看到鬼啦 現在是怎樣 所以呢 所以頭朋友 我們昨天節目也有講嘛 不是說今天掉下來 啊我沒有了 昨天節目就說我們平凡附近 在那邊先出掉 所以他今天下跌 他今天下跌5塊多 不是我的事情 走我無關的 好不好 就差不多這樣 那接下來要留意什麼 好不好 接下來留意喔 我們剛剛看這邊 有沒有看到 技嘉說什麼 技嘉說伺服器 為明年成長中心嘛 對不對 所以伺服器裡面 就伺服器這個題材裡面 到底是誰先引爆第一棒 誰引爆第一棒 在這裡啦 新居啦 新居在長什麼東西 銅箔嘛對不對 銅箔 銅箔為什麼他會撈起來 撈起來就是伺服器嘛 伺服器 AMD跟Intel 都要推新的平台了 所以接下來我認為這個地方喔 你下禮拜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當然我 頭本我不是叫你買 我就跟你說 你可以往這地方去做觀察 因為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發覺 今天的6245力端是衝上去的 對不對 衝上去嘛 頭銜一直賣 外資一直買 結果呢 結果是外資贏的 外資應該是公司啦 應該是公司這邊 那如果說你這樣看的話 有沒有 如果說你這樣看的話 以力端的例子 震盪走高再也就噴出的話 你看這兩支 金居跟台藥 我現在用這兩支股票 同學應該也不陌生 同學應該不陌生啦 因為我們之前節目上也講過 之前也賺到過嘛 而且呢 而且 而且我們還出過那個自媒體不是嗎 你看這個 同朋友 這個之前喔 頭信都賣光了 這邊也是 頭信都賣光了 基本上都賣光 頭信賣光之後再也開始買 再也開始買 再也開始買的話 同朋友你可以看喔 我們剛剛是不是講 力端震盪過後再也就噴出 你看這個是不是震盪 他一直在上面震盪 他上去之後他不下來 上去之後不下來 那金居這個地方法人已經出報告了 金居差不多賺4塊3 明年賺6塊10 如果說明年可以賺到6塊多的公司 現在50幾塊 說真的 這個對於法人來說 是價值低估的 然後你再看這個頭信 頭信天天買 基本上就三步是一直買 一直買 反正就是一直買它 大家是不是往上升 那個台藥也是一樣 一直買一直買一直買 然後在那邊震盪走高 震盪走高 如果到時候吹個紅黑怎麼樣 如果到時候不小心吹個紅黑 不管是誰 不管是誰 這個道理有點像什麼樣 有點像生計一樣 生計只要一直拉上去 其他的就跟著上去了 所以控盤會不會很簡單 對於內置來說 控盤其實不難 為什麼 我就揉一支就好 揉一支我看今天要揉什麼 我無關揉到一支 揉寶瑞的台康勝就是第一 台康勝起了 合一啦 什麼保齡什麼一堆就來 就是市場上面看到說 再拉這個的趕快追其他的 對就是有什麼 有一個族群性 甚至說我點火一下 比如說我拉個保齡好了 拉個保齡 點火合一 其他的也跟得上來 不然就是什麼樣 不然就是 拉個美食 美食生氣的嘛 拉個美食再點一下什麼 再點一下保齡 保齡或是保齡 點點就走起來 所以這是一個有點族群性 也就是說像這種震盪走高 這邊震震震 不管是誰 只要拉個紅一棒 另外一支基本上都跟得上來 甚至你同朋友 其實一般來說 我還少列一支 叫什麼 叫做連帽啊 連帽啊 所以他們是什麼 一股起動男神器 同類三股乘滿塊 三支一起的話 其實只要動一支的話 其實是怎麼樣 很容易引發追加買盤 而且這個是籌碼 基本上沒什麼 看起來是沒什麼問題 因為頭信在買 大戶持股也在上升 然後明天也有最新的 如果說這個大戶持股 基本上還是要維持高檔的話 這個 我認為你是可以留意 因為 現在十一月底了 開始進入十一月下半旬 十一月下半旬的話 其實怎麼樣 開始會有一些座帳題材的 那個 那個話題會出 那座帳題材的話 像這個都是頭信之前沒有的 一張都沒有 所以不用淡定說什麼 我現在買一買 為什麼有別的要頭信到給我 沒什麼別的要頭信到給我 就他們自己在買而已 都空的啦 這裡都空的 都沒有啦 這也都沒有啦 都沒了 所以我可能可以留意一下 好不好 我們作為一個簡單的結論 頭朋友其實這個地方盤 整理來整理去 就是 掌完兩千點差不多了 頭朋友說真的 這個地方 反彈 他就反彈而已啦 只是各股的部分 因為內支有在的情況之下 各股彈的 那種有故事的 他彈的特別兇 他彈的特別兇的話 所以這個地方 你指數反彈之後 其實外資也知道說現在幹嘛 有點會生息沒有結束 昨天美股基本上震盪很大 對不對 為什麼 又硬派了嘛 他又開始硬派了 甚至說那個升息的部分 應該是5%是底標 對不對 5%底標嘛 搞不好會升到7% 其實他這樣講也沒錯 但是後面會不會怎麼升 後面會不會升到7% 這個東西後面再看 但是我要跟大家提的是 升息循環是沒有結束的 聯準會的縮表持續再縮 所以籌碼 就整個大市場的資金 他是越來越少的 那這樣越來越少 情況之下 多數的資金他只會追逐少數強勢的個股 那少數強勢的個股的話 其實就是怎麼樣 你要靠人家點火 靠人家點火的話 就靠內支嘛 那內支現在幹嘛 內支就點強勢股啊 就在點強勢股啦 所以這個地方我認為 內支還在 都以今天的部分來看 內支還在的 內支來看的話 其實就只有一個方法 找股票 好不好 這是操作方法啦 從這些股票裡面找出來 看哪些股票是有機會動的 好不好 所以同朋友 我不是跟你報牌 我要跟大家提就是 我怎麼做 好不好 有操作方法 結果我會內支 結果我下一次好不好 當然 下禮拜做什麼 下禮拜做什麼 跟上腳步 好不好 訊息你可以帶著 喜歡分享的話可以點個訂閱 按下小鈴鐺 我們節目跟訊欄第一時間 推播通知你 我今天會可以分享到這邊 從馬動足先機 懂能掌握極限 祝大家休假愉快 下週操作順利 下週見 掰掰 下週見